表弟强忍泪水不愿多说 急着上楼确认遗体 死者是艺人罗佩颖 59岁的罗姐罗佩颖 昨天晚上9点突然猝死 让亲朋好友都措手不及 朋友说连续两天联络不到他 赶来他家一开门就发现 罗佩颖穿着睡衣仰躺在床上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还出现石斑 肢体呈现弯曲的姿势 似乎死前有挣扎过 警方调查 罗佩颖至少死亡一天以上 调约监视器也发现 他三天前回家后就没有再出门 家属说 罗佩颖没有病史 但警方在家中发现安眠腰带 虽然没有大量吞食的状况 但还是将药带列为证物 四天前罗佩颖还在脸书上发文 抱怨三倍券太花钱 应该发现金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猝死 不是烧炭 没有外伤 没有勒痕 留下家人和粉丝一堆问号 仅仅下午将相验遗体 不排除解剖 厘清真正死因 突发中心台北报导